大家好!歡迎收看大膽賽馬頻道 今天的影片跟大家說說 星期二十一月十九號 沙田日菜心水 喜歡影片記得按LIKE、SUBSCRIBE、訂閱頻道 按鈴鐺有新片通知你 訂閱方法很簡單 每條影片右下角都有訂閱的 按一按就訂閱多個頻道 除了訂閱頻道之外 也可以考慮加入會員心水服務 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Youtube、Patreon都有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說回星期日的賽事 將會採用B加2跑道 頭場開跑時間是12點半 11場的賽事 國際賽的預賽日 也有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準備參加國際賽的馬 熱心 以及獲獎金 1200、1600、2000 三個級別可以選擇 國際賽才會選擇 國際賽才會選擇 一次過速率一擊 搞到第八場只有五隻馬 那一場都是加州星球的世界 你擔心國際賽贏不到 也會先領一場二級賽 目標非常清晰 那些國際賽的賽事都很好看 可以 但是賭就不是太好賭 所以推介這個第十一場給大家試試 這個三班千四米 雖然現在沒有賠 但是也預計得到 那些票大概是怎樣分佈 這個尾場不會 差太遠 始終也有幾隻明星馬 金槍沒事 金槍六十不出 就出金槍沒事 上次潘頓大熱 就死火 這隻金槍沒事 這次換河摘搖 預計都會揹回一些票 上次21元 回來跑到第四 在賽事上也被人救病 潘頓究竟是否炸樓灘 上次好像騎得比較傻 回來後 沒有了道 跑法也有些 轉變了 走了去跟前 奇怪 守著他第二位 所以回來 不斷腳軟 看看這次 何宅搖騎六檔會不會 稍留 都會惹非 另外就是精算謀略 潘頓騎 也是上季連贏兩場 今季初出 上班 上季也贏了三班 19元 上季跑到季尾階段 連贏兩場黏地 真是厲害 所以一定野非 四和七 第一場跑 差一個1 還要負重磅 感覺上是有點惡搞的 所以 也未必一定是贏面押一 所以 都可以搏一搏 其他馬 就是這隻六號馬大熊 之前都推介過 今季表現都非常好 季初已經一 win 一 kill 初出跑第二輸 短馬頭再出 保重 上場 爬九檔 都對著金槍沒事了 可以看一段影片再說 一起步 九檔已經有幾個戰步 已經跳出來 可以一下壓籃 這次爬二檔 相信要拿籃來放的機會 都相當大 同場快馬不會太多 是一隻移競力 但是這隻移競力 這次重磅 加上初次跑千四 照計不會自殺式 上去燒一隻大熊袍 除非你自己擺明居馬 是想搞掛自己 初跑千四 重磅就上去燒 照計不會這麼笨 所以應該是大熊袍自己貼籃放的機會較大 這裏都已經放了出來 頭段十三月四九 不算太快 這裏被他控制了 步速 回到來就 按住入籍路 金槍武士跑的第二位 擺明已經不太適合 你快跟著大熊袍 大熊袍一直都是跟前放頭跑的 金槍武士這樣跟著 沒段力弱 最後只有怡春火力 湧上來 潮州精神 都是這麼多 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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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都不太適合 所以大家適合時間報名 避開大家 不要在一起 自己賺盡放頭形勢 就最適合跑了 所以就被大熊袍放到了 上次的交代 5.6倍 這次再出 大熊袍加了一些 大排的二檔 都照計賺到形勢 賠率上一定不會太熱 你有4.7 揹飛 怎麼也有些賠率在手 你說 小贏大批就適合搏 或者拿來位置 放在前面走 你追到我便 讓你贏 這隻金槍武士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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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整個月 再出 養精畜藥 希望可以繼續爭取成績 無論如何也要先接近第三局 所以我推介給大家 11場6號馬 大熊袍 VinPay 都適合在這些場合上接近 所以就是這樣 深水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